美国时事通,我是罗文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三 我昨天有讲了艾莫森上周五最新的一个关于2024的一个民调 那就说如果拜登和川普同台竞选2024的话 如果是现在投票的话 那川普会稳赢领先拜登39到44个百分点 那很多人就提出来说那你没有考虑作弊的事情 说民主党如果要作弊的话 如果共和党不就民主党作弊的这个问题的话 那共和党永远赢不了参中两院的控制席 还有总统的这个位置 那确实说的没错 共和党人实际上也在深挖这一块 以川普领导的这个MAGA团队 这是要靠我们每一个选民的努力才能完成的一个任务 我在前两周的视频讲过 初选开战以来的话MAGA团队有大的胜利 但是呢实际上也有很多作弊的疑运 尤其是我讲过乔州第二选区的一个民选官员 那是民主党的初选 就是民主党发现了多米尼的这个作弊 那这个民主党人他在三个候选人里头 他是垫底的 但是他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他在一个城市的投票为零 没有一个人为他投票 但是他跟他先生住在这个城市 他跟他先生至少投了他自己一票 所以他就非常的不满 然后他做了相关的审计才发现 这个机器有问题 所以他从第三名越居到第一名 赢得了民主党的初选 所以你可以看到到 这个选举不仅仅是民主党针对共和党的作弊 那民主党的初选中他也在作弊 所以最重要的是就是大家要严防死守 一旦发现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就必须要去报告 而且我上次也说了 如果您在投票中发现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您第一时间是要用手机拍下来 您的证据 您的选票 还有您的邮寄选票 等等所有的东西都汇集在一起 自己留一份底 然后要报告给选举中心的义工 这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做的事情 那这个中心选举的初选 才刚开罗锦罗密鼓的开始的时候 乔治亚州出现了第一例作弊的情况 那紧接着 科罗拉多州的这个州务卿的选举 似乎也出现了问题 科罗拉多其实在之前一直是个摇摆州 不过在近一些年 它变成了蓝州 在科罗拉多刚刚举行完的州务卿的 共和党候选人的初选中 就出现了一个让大家一斗重生的一个问题 有《网关专家》等保守派的媒体认为 这其中牵扯作弊 那这一次共和党的候选人的话 有三个 一个就是支持川普的 并且她之前被州控以十项罪名的一个Mega的成员 那她是梅沙县的选举的文员 Tina Peters 我们之前在很早的视频中 有几个视频中都介绍过她 她就是偷偷地把多米尼的这些机器的资料监控 还有她的硬盘的相关资料 全部都没经允许的 偷出来给到迈克林导和朱利安尼的 那很多共和党人眼中的这个女英雄 她一直坚称2020大选被倒选了 她提供的诸多证据 就证明了科罗拉多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之前谈过 不详细谈了 总之 这个Tina Peters 她就在竞选州务卿的位置 大家都知道 州务卿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能 就是管理选举 所以州务卿的这个职位 对于一个州的选举诚信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亚利桑拉州也好 还是乔治亚州 甚至是在目前的所谓南州 科罗拉多州 都兴起了共和党的Mega团队的人 在争夺州务卿位置的这么一个选举 Tina Peters虽然被控以十项罪名 但实际上她的名义是非常高的 她在所有的保守派里头 她的这个Pol 她的这个民调 一直是领先于其他的两个竞争对手的 另外一个竞争对手呢 也是支持大选舞弊说的 她看起来也不错 但是没有Tina Peters的民调这么高 也没有她这么强硬 第三个就是我们要说的主要的问题 她是Pam Anderson 这个Pam Anderson呢 她之前是名不见经传的 她也是一个县的一个选举的文员 她是选举联合会的一个成员 并且她还是Mark Zuckerberg的这个 我称她为作弊中心 她叫科技公民生活中心的这么一个组织 董事会的成员 也就这个组织的话 在2020年的时候 他们用Zuckerberg的钱 输送了4到5亿美金的助选资金 到几个重要的摇摆州 那她有各项很离谱的规定 她跟州都签了合约的 就说他们要在哪里设置选票箱啊 然后他们甚至发工资 给这些选战的工作人员 所以这个中心实际上 就是Zuckerberg的倒票中心 在2020年大选之后 随着共和党对他的质疑 和一些保守外组织 对Zuckerberg的起诉 Zuckerberg就说 他在之后的选举中 他不会用资金直接参与到选举中 但是昨天赢得科罗拉多共和党 州务卿初选候选人的这个 Pam Anderson 就是Zuckerberg的倒票的 非盈利组织的董事会的成员 而且他的民调远远落后于 MAGA团队的这个女英雄 而且他的这个穆德的资金 也远远落后于前者 他却以领先20个点的票数 赢得了这个初选 这是非常让人惊异的一个结果 所以很多人就说这其中涉嫌有很大的倒票的嫌疑 因为即使在左派的 科罗拉多的当地的这个媒体 他们报道Pam Anderson的时候 也说他的民意远远落后 而且他的资金严重的不足 他在最后只剩5000多块美金 在他的竞选账户上了 就是他的这个竞选都已经破产了 这是据左派的网站Colorado Post 对他的评论 说他的竞选账户只有5665块钱 就证明他是一个根本就拿不到一个选区的一个候选人 紧接着在这个评论的两天后 这个左派的媒体又宣告他的竞选团队就已经死亡了 也没戏了 说Tina Peters在选区的卓越的表现 再一次的暴露了Pam Anderson的这个弱点 就是他的这个所有的传达的信息 都跟他选区的选民不一致 这是为什么导致他会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所以这是在竞选前的话 不管是从民意还是从即使是左派媒体对他的这个评价 都证明他是一个失败者 他却赢得了这个初选 所以很多人就质疑说 他多出来的这个266000张选票的支持者 之前都藏到哪儿去了 怎么在民意里也没有显现 在资金上也没有支持他 在4月份的Colorado共和党人的这个议会上 Tina Peters得到了61%的delegates的支持 也就是说强有力的共和党人支持他 但是那个时候Pam Anderson连人影都不见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去这个大会 因为他根本都没有资格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writing candidate 我之前讲过writing 就是手写的一个候选人 之所以这么说就是他没有资格上到选票上 因为他的这个知名度独身之地 所以他要到各选区去收集 每个选区至少有一千个签名 他才可以把他的名字放到选票上 就是这么差的一个候选人 那其中在第五区他只拿到了1282个有效选票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他的名义支持度真的是非常非常低 这样的候选人就突然一下跃升到 比领先的候选人还多了20%的选票 激增了35%的支持者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这就有另外一个问题了 就是扎克伯格的这个科技和公民生活中心 这本来是资助左派的一个资助民主党的一个非盈利组织 他的一个董事会成员却赢得了共和党人州务卿的初选 代表共和党人去角逐民主党人竞选州务卿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科罗拉多的吊诡之处 就是不管是州务卿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赢得的 那他们都是为民主党人说话的 都是会偏帮民主党的 所以在昨天的时候 Tina Peters这个民调一直领先的这个Mega的成员就不干了 他就发出了申请他要调所有的投票记录 包括选票箱的记录 包括州务卿认可的选票签名的确认 还有选民登记资料等等 所有跟这次选举相关的资料 而且包括机器的login的状况 谁登录到投票机上所有这些状况 他说从所有的民调到公民的捐款 都可以确认我的领先的地位 他说我现在却成了三个候选人中 得票最差的一个 所以他说不要挑战这个选举的结果 OK这是今天的播报 我希望您喜欢 如果您喜欢的话 请赞助点赞留言转发 感谢您的收看 加油